恭喜你 今天真是不划算 不要告訴人家 就你們自己來 在內地拍戲的王子 為了自創的品牌 特地回台 這是自己經營的第一個品牌 所以王子做得正戰兢兢 平日都忙著拍戲 能用的時間真的不多 所以都只能在三星半夜 找員工討論 王子笑說 自己很可能是員工的感情插手 越來越少時間在台灣 王子非常珍惜 和粉絲的相處時間 不忘了大家錄影次拍一面 拍戲 接著拍電影 還有副業 王子還有更多計畫 等著要完成 最近都放在戲劇上面 那當然上個禮拜開完 音樂會有很多歌迷 希望我發行專輯 那我有在跟公司討論 那希望最快明年可以 明年年 年初可以跟大家見面 希望啦 希望有時間可以 夜市娛樂新聞中心 台北報導 如